超伯機身 流線造型 各大廠力推全螢幕手機 除了功能也傳承對美感的要求 而是8比9螢幕設計的iPhone X問世 似乎也預告全螢幕時代即將來臨 接下來OPPO聽說也會導入 Sony這兩天也公布說 他們的下一款手機 有可能也是一個全面屏的手機 18比9大螢幕 不管是手機握感 還是視覺震撼感都更加分 解決過去手機太寬 無法一手持有的問題 不過專家也提醒 螢幕變大了 可能更容易摔壞 整個都是螢幕的情況下 你當然要給他做一個 很好的保護措施 你如果沒有貼保護貼 或是包膜的話 你有可能你手機壞掉的機率 是會高一點 不只要更小心保護 價格上也得好好精打細算 以iPhone X為例 台灣售價3.59萬元 三星Galaxy S8跟LG G6 價格都落在2.49萬元 小米MIX2也要1.52萬元起跳 手機升級 名咒荷包也將大失血 把螢幕拉到整個那個 手機的框架都是的情況下 會比一般沒有全面屏 大概至少貴了兩三千塊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搭上全螢幕時代的順風車 各大廠都不落人厚 現在宏達店Sony也傳出 將推18比9全螢幕手機 未來人人都有機會 享受高屏幕佔比 看手機就像看電影 非常值得期待 記者盧依宏的評依特報道